我们是一对沙特阿拉伯中国夫妻 顶着不同国籍文化宗教的压力 我们有了家庭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中沙混血宝宝 曾经一直以为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离我非常的遥远 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终身不嫁的准备 没想到三十多岁的我不但结了婚还做了高龄产妇 我周围认识的人他们的婚姻生活大部分都是不幸的 但也真的有那种吵吵闹闹 相亲相爱一辈子不会分开的那种 我生的是一个女儿我很爱她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我对她的爱 当然她也有一个很爱她的爸爸 回国以后就一直在准备我们的新家 前前后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虽然很忙但是很有目标 我希望打造一个属于肉节自己的空间 这是班级新家的第一个晚上 她爸爸让她闭着眼睛跟着上楼 听到了吗 三年半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女儿的尖叫 来自于心里的欢呼 房间里面的每一寸都是根据我平时跟女儿的沟通 点点滴滴记录了我女儿想要房间的样子 并且帮她勾勒出来而且替她实现 我相信有更多的父母跟我一样 对于三岁多的孩子分房分床睡会有一些不忍 但是我希望给我女儿一次机会 一次面对选择和挑战的机会 看着她在房间里面转来转去 对每一件物品的认可 默默地看着她 我感觉我的女儿长大了 再一次的庆幸 我可以拥有跟自己这么亲近的人 母亲在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一个向往自由的少女 很多人都说生了孩子以后就失去了自由 在我看来不是失去自由 而是学会了自律 所以是孩子让我们变得更强 她让我懂得曾经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 是腐蚀人心的毒药 她让我懂得家庭和睦 亲子无限 还是人间真卫 第一次的分房分床还是比较顺利的 睡吧我的宝贝 妈妈会一直守护着你 好了上会 唯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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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